民眾快篩陽性可透過視訊診療 但是視訊問診對聽允帳民眾及醫師來說 可能在溝通上會較不順暢 為了協助聽允帳民眾順利視訊看診 屏東縣政府提供手語翻譯視訊符固 透過屏東縣手語翻譯 即同步聽打服穿口賴好友 就可以在線上諮詢及申請 我不能去醫院 所以好 我馬上幫你視訊掛號 特別這段時間因為COVID-19的關係 有很多聽障者確診 那都會需要視訊看診的部分 那我們會希望我們盡可能 可以提早跟我們做預約 好 讓我們安排適當的 手語翻譯員來幫忙服務 手藝員會先了解個案的身體不適情形 才能在疫病雙方溝通時 翻出最貼近個案意思的口譯 正是為疫病雙方能順暢且有效溝通的 重要準備工作 服務窗口連線好診所 手藝員及個案 並約定視訊時間後 個案醫師及手藝員 就能透過通訊軟體的視訊功能 同時對談 進行視訊看診 有喉嚨套 主要就是喉嚨套 有沒有發燒 拉肚子 疲倦感 確實我們在面對有聽障的一些患者 因為會有表達溝通的問題 常常我們會怕說在衛教上沒有辦法把我們想要講的 跟一些想要給病人知道的 能夠傳達清楚 然後溝通還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屏東縣的社會處能夠提供這樣的一個服務 確實是最好 有了手藝人員的協助 使得聽隅障民眾能順利看診 有助提升醫療品質 縣政府除提供手語翻譯服務 也為聽隅障朋友提供同步聽打服務 委託屏東生徽聽障協進會辦理手語翻譯 即同步聽打服務窗口 包括藝文活動賞悉 心靈成長課程 就醫 就學 就業 洽辦公務都能申請 提升聽隅障者的社會參與意願 謝謝政府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真的很棒 幫助我們 真的謝謝 我們現在也同步在推廣這個同步聽打的部分 它就是能夠同步的打字出現在螢幕上 所以有一些的講座的部分 可能手語翻譯員沒有辦法把比較專業的語詞 能夠更精準的翻譯表達出來的時候 同步聽打是另外一個選擇 那我們有訓練速度非常快的同步聽打員 他也是要經過受訓的 所以如果有一些演習訓練 在辦理的時候 如果有聽障朋友要參加的話 這其實是他的權力之一 資訊平權的權力之一 可以跟我們申請同步聽打員 縣服表示 真理手語翻譯和同步聽打服務 請民眾盡量提早申請 手藝員較能安排或調整行程 如遇突發狀況 臨時需要手語翻譯服務 手藝窗口也可以立即透過視訊協助翻譯 不局限於看病 那常常有民眾要洽工 那或者是問疫苗的相關的事情 所以都可以申請我們的視訊的一個服務 當然能夠事先預約是更好的 屏東縣手語翻譯 即同步聽打服務窗口 視訊服務的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到11點 即下午2點到4點 窗口除了專人職機 同時安排手藝員現場視訊值班 可及時協助翻譯 其他時間也有手藝員24小時直擊協助 以處理緊急事件 屏東縣政府也鼓勵有服務熱誠的民眾 一同加入服務生障者的行列 參與手藝員和同步聽打員培訓課程 協助聽障者順利地接收與傳遞訊息 共同創造共融平權的社會 記者張如意劉建榮採訪報導 明天布 geil 爹